健康科普,来看看百科名医吧,天一热就爱出汗,尤其是胖人,一动一身汗,浑身难受,这样的天气,能约出去吃饭的,都是生死之交啊,冒着烤熟的危险和朋友出去出汗,不,是吃饭,结果一吃饭就大汗淋漓,像被水冲击过一样,而在同等条件下,和你一起吃饭的人无汗, 只有你是码头大汗,甚至干坐着不动都大汗淋漓,这是怎么回事儿呢,财汗是人体调节体温,含泄代谢废物,维持皮肤酸性的途径,出汗通常与人体的温度有直接的关系,而人体温度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包括疾病,气温怕高,运动之后都会出汗,正常情况下,一个成年人,每天出汗 在0.5升以上,天气炎热或者剧烈运动后,可以达到两升,出汗可以使体温下降,保持恒温,这种出汗是对身体有益的 一,排出毒素主动出汗,能加快人体的体液循环和代谢过程,将体内堆积的毒素排出 二,促进香化不像脉出汗,气血运行慢会影响香化,导致人质不香 三,防骨质疏松运动出汗,有利于盖质的,有效保留,防止骨质疏松 四,减肥当人体运动,并达到一定强度时,脂肪便会燃烧转化成热量和水,通过汗液排出体外 除了这种出汗,还有一种叫做冷汗的情况,一到精神焦虑,紧张,不安分时可就会不停出汗 这是因为肤率神经紊乱,导致胶感神经反应过度引起的出汗,不需过分担心 但是需要注意,有些汗出属于病理现象,是疾病前兆,需要您提高警惕 一,刺汗,白天出汗过多,无论冬天还是夏天,冬雨不动,都会汗出不止 中医生为刺汗,这种人常扮右手皮,发力,气短,心悸,肥寒等症状 刺汗以气虚伪多,常见于体质虚弱,久病处欲或肥胖者 刺汗过多,以受风寒,受湿,所以医患感冒,胃痛,腹泻等病 乔治以义气固标准汗为主,可乔是党生,黄蹄,红枣,桂圆,牛肉,羊肉的补气之品 可服用韭菜跟汤,将韭菜中午时,100克水煎汤服 每日一净,刺汗不止,也可用白竹膜,每次一池,黄酒送服 或用可手勿抹,敲脱液,风在漆上,不可多是寒凉生冷的冷饮 海鲜的,以免肥气更湿,自汗加重,汗后药性换衣,避免毛孔张开,寒湿入侵体内 二,倒汗,晚上睡觉后,自行猪汗,请后猪汗几时 用手触摸身体有湿温冰凉感 长半有五星白色,失眠,口烟干燥等症状 这种猪汗成为倒汗,中医认为是阴湿的表现 乔治以滋阴降火猪汗为主 平时常吃些花山药,碗盒,莲子,白木耳,大草和小麦煮的粥 也可吃松盛,鱼,早鸭的滋骨食品,以及素柳炒豆腐皮,韭菜猪干汤 不用五枚食客,补小麦食物客,大草流五枚,健康大茶饮 不可过来进步,少吃些热,上火食物,预防更伤阴心 家作病情,室内避免高温,潮湿,切记顺时吹风 三,头汗,头上太猪汗,我们称之为头汗 头汗过多,若暴饮暴时后,出现头面不多汗 同时觉得伤腹脏满,口渴,不想吃饭,多为及时 可通过减少食物摄入量,吃些清淡饮食来缓解 也可吃些猪消化药物,若伴随之际沉重努力 肺脏不适,想呕吐,身体发热,舌苔后耳晃饮 吃脾胃有时热的表现,应注意清淡饮食 此外,老人喝手术后,身体虚弱的老年人 也会有疼汗过多的情况,多属于继续 小孩睡觉时头部出汗,若无其他症状,则不属病相 乔治施政,以清淡热厨饭,尝试白菜心,小白菜,苦瓜,棉藕,黄瓜等清淡热之物 徐静于石油林子,红枣,苹果,党参,继续汤等补义兴气质品 出汗时不可吹风,切记时发睡觉 四,心胸出汗,心胸出汗的特点,为引进心胸不汗出 思虑越多,汗出越多,长半心肌气短,健忘失眠,免色为黄等症状 此为有此久虑,是心肌两身所致 五,夜下出汗,出汗仅限于夜下,多为汗险过大祸以时过重所致 中医认为夜汗为经养不足,看夜失故,与心经所寻之处 尝试一多时番茄,红苹果,红枣,胡萝卜等食物 也特有莲子十颗,桂圆十颗,大力二代五十颗主周食用 经常按摩两叶窝和手臂外侧 六,手足心出汗,很多人表示,明明不感觉热 但是手足心却懂事出汗,害得自己想象别人和男朋友拉个小手都不敢 怕尴尬,手足心多汗且伴有手脚鲜热,口腰干燥等 中医认为处于饮食油热,可食用银饵,小麦,牛奶,枸杞子,家族等自力之品 烧食羊肉,鸡肉,下,草鱼等性温商品食物和韭菜,辣椒,花椒,胡椒等辛辣物 若手足心多汗,且伴随腹部,胀满疼痛,大便不通,多属于肠道内有肌变的热症 可服用通便药,以轻味热,食用冬瓜汤,芹菜,西瓜,梨,不吸烟饮酒 若手足出汗多而黏,不思饮食,小便短食,未疲惫是热内毒 可服用青梅热的中药,如牛黄青梅丸,青梅黄盐丸等 以食用小麦,豆腐,绿豆,黄花,手足汗出而自知不温 食难减少,未疲惫继续所致,以食用土豆,红薯,沙盒,茯苓,大草,牛肉 最后回到我们刚开始的问题,为什么有些人一吃饭就大汗没理 吃饭时,内肠道入冬会增强,产生了热量,血管扩张,将这些热量向全身散开 体温上升,汗腺的分泌会增加,所以会出汗 当然还与你吃的饭太热或菜太辣,或者天气太热也是有关系 一吃饭就大汗淋漓,最终于称为饮食汗 饮食后随即汗出,甚至汗下如雨之症 严正是为热所致,严正气空虚,反而以食飘汗之气所剩 故事入汗出,如何避免饮食汗 气势患者要用中药条骨虚弱之气 如果是因为体位有问题,就可以用中药条骨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